经过两天艰难的跋涉 我们终于接近了潘龙山山顶 一行人都已经疲惫不堪了 快到了吧 刘老爷 快到了 马上我们就要到潘龙市的椅子 这一带都是原来潘龙市三门前的古道 走到这里我们几乎接近了体能的极限 不知道当年那些乡客们抵达这里时 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上来哟 上来已经到了 你们还走得快了 先与我们到达的向导们已经搭好了帐篷 我们跟着刘志全开始寻找着寺庙的痕迹 这个潘龙市1944年火焚了过后 还有很多痕迹 比如说我们在找我们可以找到供奉菩萨的那种手机的蓝 这也就是吗 这就有 比如说你看嘛 这个就是当年的烧鸟子的菩萨的一种残留 这是耳朵上的吗 可能是一个耳朵是啥 这也不全了 有很多 这还有 你看这些都是 这还有 这是一个什么 这些都是 有说菩萨的衣服的裙带或者什么东西 你看这个好像是一个手 一个手 这个也是 这个很明显 从这些残存了六十多年的佛像遗迹和寺院的外墙来看 当时的潘龙市颇具规模 他当时是三井大园是两个四合园 这个地方他那个苗子修得非常堂皇 也说壮观 所以说当年那个香火很旺 川西八火圣城里边的人都要到潘龙山来许个园 据说潘龙祖师很灵念